有一个地方所有的居民他们都比普通的人脖子要粗 一位医学家他感到很可怕 他要去调研 发现当地这个地方严重的缺点 他决定利用当地人集会的时间 向他们指出这个问题和解决的方法 到了那一天 这个医学家来到当地居民的中间 当地的居民一个个好奇的看着他的脖子 有个人问 你的脖子长得这么奇怪 怎么又干又细呢 医学家说 不是我脖子不好 是你们脖子出毛病了 为什么你们不赶紧治疗 还来捧刺我呢 那个人又说 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毛病 我看是你的脑子出毛病了 医学家摇摇头 无可奈何地离开了那里 结果这个村庄 所有的人都生病 医生都治不了啊 学佛人找到佛法 学会诗术念经 守戒 但被很多人间的人看不起 讽刺 说我们傻 说我们不知道自己多傻 没有聪明 我们就知道帮助别人 所以学佛人要坚持自己正确的方向 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而人间很多人错误的理念 如果认为所有的人都说这件事情不好 可能你也会说不好 我们学佛人不要认为所有的人说他一定是对的 你要认为学佛是我们心中的真理 我们就不要顾及别人对我们的讽刺 是坚定信念 让别人从你身上看到佛和菩萨 改变不了别人 先改变自己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今天是一个人间佛 站在任何人的前面 别人一定会称你是菩萨的